全球现场的时间 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 访问中国大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0号下午会晤了苏加瓦瑞 两人共同宣布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正式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 是彼此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可以依靠的好兄弟 建交以来 两国友好合作后来居上 走在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前列 成为不同大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 携手发展的典范 中方愿同所方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好上加好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苏加瓦瑞不光是和习近平会晤 也跟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 中所双方签署了九份文件 包括有效期到2025年的 警务实施计划 而两方另外也签了在所罗门群岛 举行的太平洋运动会体育技术 援助项目的协议 因为北京当局正在为这个运动会 来建造主场馆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英国和英国首相 苏纳克会面 根据英国媒体披露 苏纳克在和拜登会议期间 告诉拜登英国不鼓励向乌克兰来援助 极数弹药 由于英国是极数弹药公约的缔约国 也因此不赞成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 极数弹药的做法 这也显示英美之间在军援乌克兰上 立场是不一致的 而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也将现身立陶宛 参加北约峰会 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极端洪水的袭击 看到泥流洪水都冲进了家园当中 道路地基被掏空 房屋是炮烂毁损 有民众不幸被大水卷走 身亡有超过5000万人面临风险 而美与封面也袭击了日本九州 民众募集到木造民房瞬间垮塌 死伤失踪的人数持续攀升当中 民宅前湍井泥流不断冲刷 大片住宅区路不成路 家家户户淹成水连洞 大水灌进地下行人通道 甚至把柏油路冲出一个大洞 美国纽约州遭遇暴雨袭击 各地宛如电影 明天过后真实上演 房屋结构被冲烂 有民众不幸被大水卷走身亡 气象专家说这种好雨发生几率 几乎一千年才可能发生一次 美国东北部超过五千万人 面临洪水风险 逃难车阵卡在洪水中岌岌可危 驾驶下车冒着大雨 徒手搬离石块 继续往前开的庆幸能逃出 结果半路掉进天坑 平房木屋瞬间垮塌 直进洪水翻腾 席卷上桥面 没多久居民望着消失的大桥 进退了难 美与封面发威 日本九州遭逢极端暴雨袭击 死伤失踪人数不断攀升 全球多国接连爆发毁灭性洪灾 科学家警告 元凶就是地球暖化 更断言比灾难电影 还有恐怖的极端洪水 未来只会更加常见 记者中文部导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今天就批评 美国空军侦察机侵略 北韩专属经济区 更扬言如果美方再行动的话 北韩将会采取军事反制 北韩官媒在昨天晚间 报道金宇正的声明 声称北韩紧急出动战机 驱逐了一架美国侦察机 更透过声明指责南韩 充当美国军方的发言人 表示这是北韩跟美国之间的事情 南韩不要牵扯其中 而北韩官媒更谴责 美国侦察机如果再次侵犯的话 将不排除予以即落 好来看到这个旅韩大猫熊 爱宝乐宝夫妇呢 今天在南韩呢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姐妹 这是今年在海外出生的 首队大猫熊宝宝 也是猫熊爱宝第二次当妈妈 好大陆还特别派人到韩国 来协助育幼以及照护等等工作 旅韩大熊猫爱宝乐宝 与今年2月成功交配 近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还专门派专家赴韩 对爱宝生产前后饲养管理 及育幼等方面工作 进行现场指导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爱宝生下双胞胎猫熊之后 身体状况稳定 怀抱着刚出生的猫熊 这个模样是惹人怜爱 爱宝跟乐宝是在2016年3月 抵达韩国 入驻三星爱宝乐园 经过7年的时间 爱宝夫妇成功的交配 淡下了一对慈性的双胞胎宝宝 目前母女平安状况相当良好 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队 主场设在高雄 也在今年2月成功吸引了 前NBA球星林舒豪的加入 而高雄钢铁人球队 日前却被网路媒体质疑 背后的金主疑似有录资身份 让钢铁人队董事长黄哲宽 一气之下向撰稿的记者 以及媒体业的董事长来提出告诉 分别求偿新台币100万元 而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在参着了相关的资料之后 认为该报道有相当理由确信 这个报道内容为事实 所以判决黄哲宽败诉 好 如果他不服的话 是可以再上诉的 对此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瑶表示 钢铁人在投审会审查的时候 就已经被认定不是录资 法院判决是关于双方就防害民欲的部分判决 跟钢铁人是否具有录资身份 是不一样的层面 而高雄市政府是依照投审会所审查出来的结果 好 来看到大陆广州 最近街头出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车队 一群年轻人坐着电动轮椅来通勤 主要是因为大陆在7月1号颁布了 新规管制电动自行车 既出了限时段行驶 还有过班马线 必须要下车推车等等相关规定 造成了歧视不满 也因此很多人居然就坐着电动轮椅上街 造成交通乱象 大陆广州街头居然出现了电动轮椅族 一个个把电动轮椅当做代步工具 而且多半都是头好壮壮的年轻人在使用 不少人还拿来当通勤工具 让路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行的你为什么拿车轮椅呢 你说什么呀 它没有电动轮椅啊 它行到过啊 过去行不到 我觉得轮椅上下班 我反正不会坐 因为这个东西 你碰到一些楼梯的话 它会很麻烦 都不尝试啊 现在大多数民众都觉得电动轮椅 应该是给生长人士使用才对 年轻人应该多多走路 这波电动轮椅风潮吹向观光景点 有年轻人居然坐游西湖 说是不想走路 以电动轮椅当做代步工具 但是大众观感难免不佳 大陆年轻人之所以变成电动轮椅族 主要是因为大陆在7月1号祭出新规 严格管制电动自行车 必须要领取车牌 佩戴安全帽 过班马线下车推行 以及限速25公里 部分路段特定时间 禁止行驶等等措施 引起年轻人强烈反弹 但是有人担心 电动轮椅是否合法 目前我们看到 并没有针对电动轮椅 有这样的禁令 我想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电动轮椅 它有一部分的医疗器械的属性 大陆法界人士表示 只要不占用身杖人士资源 都不算违法 尽管电动轮椅 虽然没有列入政府管辖范围 但是明明好手好脚 却占用身杖者资源 引发舆论争议 恐怕也造成交通问题 接着刘子瑜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